2018年7月和2021年7月 北方兩次擅自開拆 雙方的外交禮拜 這一舉動公然違反 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嚴重侵犯中方的外交推移和安全性 事件發生後 中國駐美外交機構第一時間向美方嚴重交渉 美方並未否認相關的事實 但一再以技術以求 為其錯誤行進進行開通 推卸自身自認 美方的上路行進與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否則 被盜而使 應該受到證責 針對美方努力行進 中方一將做出第一反應 維護正常的自身的正常權利